草頭菜 季節的季 功勳的勳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陽剛的男性化的名字 不過是一個女生 生理上的女生 那我本身是高雄人 然後我大學畢業之後 大部分服務的地點 或者說工作的類型 就是在非營利組織 在非政府組織 那在台北工作 那我發現過去上一次到雲林 應該差不多已經是十年前左右的時間 那所以很高興說 有機會可以再去雲林 做一個比較深度的一些了解 那我過去五年 在台灣人權促進會服務工作 那台灣人權促進會 其實算是台灣一個 蠻老牌的一個人權團體 那可是我們處理的 都是一些蠻硬的一些社會議題 譬如說我們反對死刑 譬如說我們連小小的一個質問 這件事情我們就要去跟政府爭執說 你不能隨便去收集我們的資料 那甚至連說這位公民記者朋友 他現在全程的對我的影像 在進行這個錄影錄影 那我其實跟他一樣是一個普通人 我不是一個 我有權力的這種警察或政府機關 那我是不是可以 我的言論罪友跟他的拍攝的權力之間 那種權力的進合 那個關係是怎麼樣的 其實這是一個人權團體 常常會去思考 那也去跟社會去做辯論 那不過有時候我們這個辯論就是 有時候太學理 或者說太不夠貼近生活裡面 我們在反省說怎麼樣的去改變 我們一些社會倡議或是社會教育的一些方式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裡面真的也很需要說 像新頭殼這樣子一個性情媒體 他們透過網路 那甚至更多公民記者朋友 他開始去對這個議題有興趣來報導 那互相的去交流 然後讓我們對於人權的一個認識 可以更多元豐富 那所以我這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當然一方面就是余思就是說 好久沒有來到雲林 那可能再去重新認識一下雲林它的一些變化 那可是也很希望說透過這一次的這個行程 認識一些公民的記者的朋友 那一些媒體的朋友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權的一些事件的記錄報導 我們自己在做人權的工作 我們沒有辦法覆蓋那麼多的一些事件 那反而是很多這幾年來 很多的一些事件的一些記錄跟報導 都是公民朋友他們在第一線 在搶在前面去領那個 可能是過去主流媒體的這些記者 他們更認真更完整在做記錄的報導 那我覺得說台灣的一些人權工作的 長期的一些事件的記錄 真的是很需要很多的 不管是素人 或是你可能是一個公民記者 或說你是一個專業記者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人權的這種 見證跟記錄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那也希望說接下來這幾天有些時間 大家可以互相的討論跟交流 謝謝 不好意思 我錄影你可以是OK嗎 對對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跟我說 i know you